在SAFoundline的世界里 没有办法将对手抱头 就只好自己抱头痛哭了 各位观众 接下来进行的是SAFoundline 特种部队的项目 将是由 由于神电狼药对上的是 耀月太阳神 在SAFoundline 在这一季呢 其实竞争会更加更加的激烈了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 Huai Spider在这一季呢 是开进拿到了二连胜 不过昨天是以8比7 一分显胜橘子熊 橘子熊是一胜一败 而这位耀月太阳神 跟由于神电狼 在本季呢 过去只比了一场的比赛 都没有能够拿下胜利 好 为大家介绍的是 耀月太阳神的 宙斯教练 胡志欣教练 第一位选手呢 则是凯瑞斯楊俊逸逸逸 第二位 欢迎的是 卡奧斯 黃綠雲選手 接下來介紹的是 友誼閃電郎 瑞教練 張家華教練 第一位是軍技手 拉克 吳四中選手 第二位則是 馬斯 林靖昭選手 第三位 歡迎的是 勾翼殺手 克拉托 莊奇選手 第四位是 Monkey 侯俊中選手 第五位則是 魏克 李嘉豪選手 今晚兩隊要交手的地圖是 快快快 非常快的命運交叉道 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地圖 其實對兩隊來講都有一些故事 特別是妖艾太陽神隊 在命運上面實在打了非常非常多次 先來介紹兩個任務區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靠近消防局的 這邊是一個電車的任務區 那上方另外一個炸彈區是靠近銀行 那其實兩隊 但有一個滿相同的地方 第一季的一個交手是兩勝兩敗 第二季也是兩勝兩敗 對 我答的是不分上下 我們命運交叉道 在魏神電狼的部分 他們第一季加上第二季 是兩勝兩敗的全機 那妖艾太陽神在命運交叉道 其實還滿常常出現 滿常常抽中的 他們打了五場 對 一勝四敗的成績 妖艾在命運交叉道的第一季 先是主隊先防守 今天他們是先進攻 主隊2比8輸 尤一閃電狼 然後3比8客隊的時候 是3比8輸華藝 然後又5比8輸尤一 第二季是6比8輸橘子 四連敗之後 終於在命運交叉道 贏了尤一閃電狼 8比1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分數 是2分 3分 5分 6分 慢慢越拿越多分 到最後最後的一個 第五場 8比1擊敗閃電狼 對 所以他們在命運真的是 付出還滿多慘痛的代價 所以這個 之前我們在轉播的時候 只要命運 馬上這個妖艾太陽神 是他們抽到的話 就是王圖 是啊 對對對 我們之前還有說王圖 看是這個國王的王 還是死亡的王 對 那當然這個也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二季 最後的季決賽 季冠軍季候賽的部分 可以自選圖 很奇怪 大家對妖艾就是沒有選 就這樣命運 對 我覺得也跟他們最後一場 對上這個閃電狼 對他們把他們8比1有關 如果不是那場比賽 我覺得大家可能自選圖 你們挑這張 跟妖艾太陽神打 對 所以最後一場 他們在命運交叉到 四連敗 零勝四敗之後終於贏了 而且是大勝 對 這一場的大勝有嚇阻了季候賽 別人要挑這張圖 來對付他們 對要不然絕對挑這張 100%挑這張 而妖艾太陽神最後在季候賽 打得很好 這個不管是自選圖 還是對方選的都是全勝 對五連勝 這張圖艾太陽神在第二季 也拿到他們對史上SA房 來的第一座的冠軍 綠豆 黃綠英選手的卡奧斯 還拿到了MVP MVP 真的是很不簡單 從這個例行賽的第三名 然後一路挑戰 最後拿到了冠軍 還打敗了 不敗的 十二戰全勝的橘子熊 這個很難很難 是因為你在比賽的途中 你的戰術還會被對手給研究 你打得好的地圖 對方把你給刪掉 不跟你打 那你這個還要 費盡心思的來準備其他 因為這個一連的一個出賽 所以你必須要準備 很多張的一個地圖來應對 不過這兩隊喔 除了包子剛剛特別提到的 第一季的對戰 兩勝兩敗 第二季的對戰 也是平分秋色兩勝兩敗之外 這兩隊在命運交叉到 過去也是交涉了有 三次之多耶 很多次都在這張圖打啦 好 現在比賽開始了 比賽開始囉 先進攻的是 紅色血條的 TT曜月太陽神 卡奧斯在一開始 應該是被擊中槍喔 血量不足 選擇我們可以看到 放到了銀行那邊的任務區 哇 不到30秒就已經裝彈了 對 剛好交叉而過 一邊是選擇消防的防守 好 這邊做一個外圍式銀行 過來做個包角即將遇到 銀行這一波的交叉 非常的重要 打得贏的話 基本上 基本上 哇 有一點點 哇 這個罵死一個 要推到兩個啊 過來做一個協防了 進攻方的 TT曜月太陽神拿到了 第一分 1比0領先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二回合 這個回合的一個進攻戰術 我們可以看到他選擇了銀行 銀行這一邊的防守 一進去看到人 嚇一跳 被他說倒下 瞬間 4個倒下了 哇 哇 這個拚槍也真的太快了 這Lock一個狙擊要對上五個啊 他裝了 他裝蛋了 五個回一個 先打一個 這個要打五個以外 哇 打兩個囉 這個反應還是滿厲害的 哦 咬月再拿一分2比0的領先 八三 加油 哇 這個時候Lock心中的OA 應該是我的隊友呢 對呀 人類啊 我沒去啊 為什麼只有我發揮呢 好 這一波進入到消防的一個 主要進攻 我們可以看到防守方 反應設施到Mars 是進來做一個看點 哎呦 打掉一個喔 而且血量還滿充足 我慢去被炸死了 哇 這邊繞過來 這個帶兄弟來了 進來三個打一個 本數現在有優勢的是 尤以閃電郎 半標一個 唯有凱瑞斯在這一波的一個發揮 哎呀 在背後被Mars Mars等於這個回合一打三了 尤以閃電郎打破鴨蛋 1比2剩下1分落後 尤以閃電郎在上一場比賽 第三季開始的第一戰 真的 就 非常可惜啊 搗蛋 遇到Wight Spider 2比0領先變 5比1領先 就連失7分 哇 連失7分真的很痛 最後就5比8輸掉了 厲害 被倒打 感覺應該是聖券在握 被倒打逆轉 5比1耶 兩個對兩個的殘局 這一波選擇一個拼槍 消防的一個拼槍 好 海勒斯 這要對到兩個 這一波打掉 閃 閃 左右 包夾 這一個配合還是在 閃電郎部分做得不錯 這個利用人數的優勢 引誘 海勒斯過來做左右兩邊的一個夾擊 2比2的平手 開刀是第五回合 這邊兩邊選擇的一個組房 卡瑞斯在一顆一開始有點不太小心 進入到銀行直接被比少打多 這個是卡斯特一顆炸彈挽回了這個局面 炸了兩個人啊 這三個要回三個 定時炸彈筋 是安裝上去的 這一波 卡斯特帶了一個 一打三了 最後是進攻方完成這個回合 3比2 第3位太陽神領先一分 對 在命中這張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真的 充滿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一開始人數夜市的一方 但是 卡斯特狙擊手 卡斯特一顆炸彈炸兩個 因為它是主要一個特性是外面 全部都是一個 室外圖 對 我們可以利用彈藥來做一個發揮 非常空曠的一張 有空曠地形的一張圖 對 那但是狙擊手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張圖 狙擊手的天堂 這個戰線都是比較遠的 對 可以看到狙擊手很好發揮 你過馬路真的要小心了 白馬線 這邊是剩下 克拉托 對上兩個 對 兩個都是 護槍手 泰勒斯以及凱瑞斯 進攻攻撞彈了 看到了 克拉托一個要回兩個 遭遇了 被凱瑞斯打掉 標約太陽神 現在是4比2的領先 你拿兩回合 我拿兩回合 我再拿兩回合 對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七回合了 上半場的最後一回合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雙邊開 消防以及銀行 而主要的一個進攻防守點 是以消防為主 是完全放棄了銀行 又被炸死了 又被炸死了 這個真的要統計一下 又被炸死了 要統計一下到底炸了幾個人 哇 曜月太陽神在今天的一個 芭樂火力真的是非常的足夠 是 曜月太陽神連拿三分 上半場機會和站穩 曜月太陽神是取得了5比2的領先 先休息一下再來看下半場的比賽 由於閃電狼與曜月太陽神 在C房藍命運交叉到的交手 上半場七回合站完 是曜月太陽神取得了5比2的領先 那在上半場呢 擔任進攻方的TT曜月太陽神 當中是以凱瑞絲 表現最亮眼殺人數10 死亡數5 10除以5 KD值是2.00 另外HIGHLESS KD值也是2.00 殺人數8 死亡數4 另外呢包括了 克拉托 以及G7 卡斯特 KD值都超過1 那由於閃電狼師 只有兩位選手 MARS也是個 KD值超過1的 只有兩位 小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的一個進攻選擇銀行 這個位置直接一個炸彈 一個槍 就直接打掉兩個 又炸一個 今天 TT曜月太陽神真的賣芭蠟的 這個閃電狼隊真的是 完全今天吃了好幾顆芭蠟 對 我這邊埋伏了一個人 那可只剩他一個就躲在這後面 但是 近距離 被秒掉啊 這個是卡斯特也是狙擊手 對 這是一場完頭勝 五位隊員 TT曜月太陽神的五位隊員都存活著 現在已經是6比2 領先了有4分了 進入到第9回合 最尷尬的是槍還沒有開 然後就被炸死 許你吃芭蠟 這個芭蠟不用錢 一直 給的超準的啦 這一波還是我們可以看到 換了一邊選擇消防 消防主要進攻出來之後 要往家裡面做一個清點的動作 後面有跟上嗎 這一波打得還滿快速的 對 可是後面跟來的隊友太慢了 導致這一波前線在作戰 後面沒有力 以上 一個一個被換掉 六個太陽神 七比二已經天牌了 六個三目點的機會 剛剛的一個配合還是感覺 由於閃電郎有一點點 三目氣上面不足啊 特別是 最後臨場的一個部分 如果你要往前抓的話 一定要帶人 因為那個位置其實就是一個 左邊速食店前面一個通道 你頂多就打一個 你馬上就可能被換掉 這邊是選擇消防直接進場 克拉托一個打三個 一個打三個 這個厲害 遇到這樣的一個選手 不過馬上被補回來 現在 友誼閃電郎有機會 守住這個賽末點 手下來了 先守住一個對方的賽末點 三比七還有四番落後 克拉托剛剛是一打四喔 最後一個人數也是由他輕調的 在剛剛一個回合 算是扮演了一個救世組的角色 對 克拉托也從前演出都一打五 對 當然他們還有好幾個回合 邀太陽神現在已經是拼牌的局面 對 六個賽末點的機會 第一個是保住了 保住了 這邊選擇消防 進來之後發現 沒有人要往前面做一個壓制 不過在後半段的一個 就屬於殘局以及臨場的一個判斷 這時候要選擇往前拉不過 如果Monkey被打掉 素食店紅色是要單刀直路 沒有帶人 沒有帶隊友的情況之下 兩個已經被換掉了 現在是五個對上三個人數 領先的是要越太陽神 克拉托做一個補位 是要做一個突襲 不過這邊先打掉一個 左閃右閃閃過了窗戶 對方狙擊手還在 所以對他們來講 有一點點寸不難行 拉克的一個發揮滿重要的 這邊選擇的一個加強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是做一個 哇一滴啊 剩下一滴血拉克 怎麼打啊 剩下克拉托跟拉克 安裝了 不過克拉托倒了 剩下一滴血的拉克 一滴血的軍擊手 被打掉了 菜單的時間是非常的充裕 滴滴躍躍太陽神 上一季的冠軍 在本季的第二場比賽呢 是以8比3 擊敗了友誼閃電狼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我們也謝謝這個階段的 賽事講評包子 也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來看新海戰報